昨天汪小飞空降热搜 台媒爆料汪小飞跟大S因为孩子回北京 回内地的事情 谈崩了 大S妈妈也证实这一说法 还说汪小飞欠钱不还 拖欠福养费 晚上忙了一天的汪小飞开直播跟大家聊天 有网友提到这个热搜 汪小飞心里很难受 质问大S 我孩子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为啥不能回北京 为什么台湾FT也不让孩子回北京 为什么非要去国外 举悉上一次是日本 过几天汪小飞还可以再带孩子出去玩 只不过这次是去巴黎岛 汪小飞很难过 也很气愤 更多的是不理解 遗憾 他说内的有这么多好地方 他想带两个孩子 去西安转转 去阿纳亚看看 去青岛走一走 回北京跟爷爷奶奶团聚 汪小飞用了好几个行不行 可以看出他有多无奈 汪小飞说他不想去日本 巴黎岛 新加坡那些地方 为什么不可以 据西台湾FT支持大区 欠不让孩子回内的 说到伤心处 汪小飞停顿了好几秒没有说话 看得出来他确实很难过 很无力 他说每天忙工作从早到晚 陪孩子时间少 好不容易抽出时间 还不能回自己的家乡 他真的不明白 后来汪小飞让马小梅替他说几句 网友追问是不是HJ了 马小梅说没有 一点没喝 马小梅也心疼汪小飞 他说汪小飞就是觉得心里特别委屈 不能带孩子回去 随后张兰也上线 讲到汪小飞给他打电话心里难过 担心孩子不能回北京 长期在那边没人管怎么办 张兰安慰汪小飞 儿孙自有儿孙福 要考虑马小梅的心情 而且要养好身体 不要熬夜 要有个好身体 抓紧再生个宝宝 说着说着 张兰也是眼里含着泪 张兰说希望大家理解汪小飞作为一个父亲不能带孩子回来 担心孩子的心情 视频一出引发全网热议不断 网友怒斥大曲线过分 直到汪小飞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就用孩子拿捏 反复拿捏 而且只要看汪小飞过得好 他就会出来故意激怒汪小飞 还记得汪小飞跟马小妹妹结婚之前 在台湾 有次两个人在直播间说下午去买钻戒 买项链 随后大曲线一家五口一声不想去学校把孩子带走 激怒汪小飞 等汪小飞去了 有很多记者说汪小飞喝酒了 上门TX 而事实上 最后JC证明 汪小飞没喝酒 只是急得见不到孩子报警 看到女儿安全就走了 这次也是 汪小飞前一天晚上 带着礼物在台湾宴情马小妹一家吃饭 出手相当大方 一桌消费上万元起 台湾媒体报道 说汪小飞大方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 台媒就爆料 大曲线妈妈说汪小飞欠钱不还 抚养费不给 而且说了孩子回北京的事情 没有办法达成和解 随后热搜就说汪小飞不给孩子抚养费 果然 昨天晚上很多网友直播间问汪小飞 为什么不给抚养费 汪小飞中套了 因为她委屈 于是她在直播间质问大曲线 说我不给抚养费 我什么时候没给过 说到激动之处 汪小飞眼含热泪离开了镜头 她真的挺委屈的 而且汪小飞还说 自己特别忙 每天又是工作又是照顾孩子 从北京专门飞到台北出庭 结果大曲线压根没出现 法院告诉汪小飞 人家没来 就这样吧 合着就是故意遛汪小飞 其实大曲线现在的手段网友都看得出来 知道你在一两个孩子我就拿捏你 折腾你 不让你们一家团聚 过好日子 据说已经二十告了 因为汪小飞生日愿望 想让马小梅早生贵子 大曲线说SH孩子心里了 你就说这不就是扯吗 就是要恶心汪小飞吗 看汪小飞现在除了跟马小梅有孩子 剩下的什么都有了 她就天天告 用孩子GM汪小飞 让汪小飞身心俱疲 目的很明显 网友让汪小飞马小梅早点生孩子 就大曲线这样 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未来教育诚实们一样 而且儿孙自有儿孙福 大了他俩明白事 能回到汪小飞身边更好 不明白事 那回不回来也没所谓了 网友也劝汪小飞 别用情太深 虽然是自己的孩子 可是也不能一味被拿捏 毕竟对马小梅也不公平 应该跟马小梅开启新生活 不得不说大曲线真的挺过分的 手腕挺X 对于汪小飞提问 为什么孩子不能回北京 为什么说他不给抚养肺 为什么告完他自己还不出庭 相信大S是不会回应的 接下来说 刘建国在曝大S猛料 压根没资格付出 聚俊叶是他旗下唯一的艺人 曾几何时 他是光芒四射的荧幕女王 如今却深陷于论漩涡 命运的戏剧性令人唏嘘 近日 一人刘建国一番直播言论 再次将大S推向风口浪尖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大S不仅没有付出的打算 更已失去了付出的资格 这番爆料 无疑为大S本就复杂的形象 蒙上了一层新的阴霾 从万众瞩目到默默无闻 大S的人生轨迹仿佛一部 跌宕起伏的电影 2021年起 这位曾经的台湾第一美女 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然而 这背后的真相却远非表面那般简单 细细剖析 我们不难发现 大S的 隐退时则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先 与王小菲的离婚风波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场轰轰烈烈的婚姻悲剧 不仅让大S身心俱疲 更让她无暇顾及演艺事业 其次 岁月无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市场的变迁 昔日女神在娱乐圈的竞争力也在悄然流失 更令人唏嘘的是 长期的奢华生活和接种而至的官司纠纷 让她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 靠山山道 靠人人老 这句古语似乎在大S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 据刘建国透露 大S的生活现状几乎完全依赖于前夫汪小菲的经济支持 以及现任丈夫剧俊叶那并不稳定的事业 这一爆料 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昔日光芒万丈的女神 如今竟沦落至此 然而 命运的捉弄远未停止 大S的现任丈夫剧俊叶 本应成为她人生的新起点 却似乎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尽管大S不遗余力地扶持剧俊叶 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从颇受争议的演唱会到在菲律宾的打碟表演 剧俊叶的每一次亮相都未能激起太大的水花 刘建国一语到破天机 剧俊叶在菲律宾打碟的酬劳 甚至不足以支付大S一顿昂贵的黑松露晚餐 这番话虽带着几分刻薄 却无情地揭示了现实的残酷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S不得不继续扮演 家庭支柱 的角色 尽管她自己也以利不从心 家庭矛盾的阴霾 更是给大S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张兰在直播间中对孙女小月儿教育问题的担忧 再次将大S的家庭教育观推向了舆论的焦点 张兰忧心忡忡地表示 小月儿性格内向 不善与人交流 这让我深感忧虑 而小S此前在节目中的吐槽 更是无情地揭露了大S在家庭教育上的缺失 大S坚持认为孩子应作为独立个体存在 不应被大人的想法所束缚 然而 这种看似 自由开放 的教育理念 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社交能力的不足 这一问题 不仅反映了大S在教育观念上的偏差 更折射出他与汪小飞在离婚后的矛盾与隔阂 法律的天平虽然公正 却难以衡量亲情的重量 汪小飞与张兰渴望与孩子团聚的心情 在法院的判决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仅仅四天的假期 对于渴望亲情的他们来说 无疑是杯水车薪 这样的判决结果 不仅让汪小飞感到难以接受 也让无数网友为之唏嘘 毕竟 血浓于水 亲情的纽带不因因离婚而断裂 然而 在现实的法律框架下 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结果 继续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更多的团聚时间 刘建国在直播中的爆料 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精准地剖开了大S现状的伪装 他指出 大S非但没有付出的能力 更已失去了付出的资格 他的生活被官司 经济压力和家庭矛盾所充斥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聚俊叶作为他旗下唯一的 艺人 其事业的不温不火 更是让大S的处境雪上加霜 细细品味大S的人生轨迹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从青春靓丽的偶像明星 到备受争议的豪门阔态 再到如今陷入困境的单亲妈妈 她的每一次选择似乎都在将自己推向更深的泥潭 然而 我们不禁要问 这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她自己的选择 大S的故事 或许正是娱乐圈中无数明星的缩影 她告诉我们 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往往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楚 她也提醒我们 人生的道路上 每一个选择都至关重要 一步走错 可能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 我们也不应对大S的未来妄下定论 毕竟 生活就像一场马拉松 重要的不是起点有多高 而是如何走完全程 也许此刻的大S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但谁又能断言她不会重新崛起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这句谷语或许正是大S此刻最需要的心灵鸡汤 无论未来如何 我们希望她能够放下过去的包袱 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 毕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包括失败和挫折 大S的故事仍在继续 而我们 也将继续关注这位曾经的荧幕女王 她的每一步都牵动着魔术人的心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大S 一个浴火重生 焕发新生的大S 毕竟在人生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有书写自己精彩篇章的机会 让我们共同期待 大S的人生华章 未来会有怎样精彩的演绎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